對於檢察官在第一線辦案的辛苦 對於調查人員在第一線辦案的辛苦 我想本委員會的委員大家都感同身受 這是為什麼 我們對於 強力的支持檢察官跟調查統人執法 實現社會正義 把這些壞人審置以法 我們一向是高度支持的 本黨團 针對檢察官要的 檢察官助理 我們已經正式提案了 今天我跟所有在座 司法法治委員會的委員 針對檢察體系 從檢察官 檢察事務官 檢察官助理 書記官 乃至於最基層最辛苦的法徑 針對人力 全面的盤整 跟調整 我們也提出了臨時提案 我一開始跟部長 報告這件事情 是希望部長 能夠清楚的了解 我們對於檢察官 對調查局的支持 因為 執法的權力在他們手上 只有他們有效的發揮他們的權能 我們才能夠達到打擊不法的目的 但 話說回來 如果 今天有少數的害群之馬 敗壞整個檢察官跟調查員的形象 傷害人民對於司法的信任 我們絕對沒有辦法容忍 因此 延續著 上一次 就是我們在總質詢的時候 跟我說你們有送監察院 我後來請你們會後調資料給我 你們根本沒有送監察院啊 是監察院問你們問題的時候 你們回覆監察院的問題 這樣叫做你們有送監察院啊 有送監察院啊 有送監察院啊 包括我們主動的移送 包括我們資料送給他 因為我們知道他已經有案了 他已經在調查中了 那當然我們把我們手中相關的資料 應他的要求提供給他 同樣達到在監察院處理當中 這樣子叫做你們有移送監察院喔 沒有關係啦 部長 你要這樣子應拗 沒有關係 大家聽得下去 聽不下去心裡都有一把指 那就是已經在監察院處理中了 好 到目前為止 你們說 法務部 針對88會館 有堅定追究到底的決心 你們說 對於檢察官 形象 要用最高的標準 來追究 那請問 現在到底追究了什麼責任 復放洗錢犯的檢察官 到底被追究了什麼責任 行政責任被追究了什麼責任 我們已經也依照相關的規定 該要送到懲戒法院 接受懲戒法院的處理 我們也送了 該送到檢察官審議委員會 人審會 我們也送了 送到檢察官評券委員會的決議 是評券不成立嗎 這件事情我公開批判過了 社會也有公論嘛 對好 那送到評券委員會不成立了以後 然後送到人審會以後呢 做了什麼處理 因為人審會是包括民選的跟官方代表 最後做了什麼處理 那我尊重他們的處理 對阿最後做了什麼處理 可以把處理的結果跟社會大眾講嗎 可以阿 這個是公開的 做了什麼處理 那評券委員會他是個別對每一個不同的人 我剛已經說過評券委員會了嘛 評券委員會就評券不成立所以我公開批判嘛 阿評券委員會說要送人審會阿 我現在問你人審會怎麼處理嘛 這個問題有這麼難理解嗎 所以人審會做了什麼處理 那就看每一個不同的人他有做不同的處理嘛 阿對阿 阿針對評券不成立的那個人審會做了什麼處理 你指的是哪一位那我們就告訴你 王徒芝 王徒芝他要求我們送給他們做監督 行政監督 阿所以最後人審會的決議是行政監督嘛 對 好沒有關係 這樣的結果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這個要接受社會公平的啦 再接下來 但是有一位是送 八八案 懲戒法院 八八案調查報告 因為每一個人的狀況不同 是是是 所以你不能只挑說他一個 比較情節輕微的 那送我們的檢審會 對我來講啦 我標準跟部長說清楚一點 嚴重的也同樣有送 懲戒法院 我跟你說清楚啦 兩個都嚴重啦 你們認為一個嚴重一個不嚴重 這個就是我標準跟你們不一樣的地方嘛 不是我們認為我們是尊重 檢評會 檢評會 檢評會是有外界多數的代表 我們要有尊重 對嘛 我尊重檢評會的決議嘛 檢評會的決議也要受社會監督嘛 剛剛我該說的話我不是都說完了嗎 我會把你的意見轉給檢評會 是好 下一個88案調查報告 88案調查報告 行政調查報告 我清楚的點出來了 公然說謊 我為什麼說公然說謊 行事責任歸行事責任 行政責任歸行政責任 你們從新北地檢署到高檢署所公佈的行政調查報告 說現場災敗所沒有經理或業者進入 現場沒有服務人員 我後來去徹查了 整個接受訪談的人 訪談的人很清楚的說 有喔 只要是檢警來的 都是小明 就是郭哲明 他招待的 三個人服務 在現場報酒清桌面 點歌 你們行政調查報告 竟然說沒有人在那邊服務 那顯然是說謊啊 這樣子的行政調查報告 到底誰要負責 呃 當時是 責由高檢署 他們來做行政的調查 是 那這個高檢署調查的結論 法務部的立場 當然予以尊重 所以這個要請高檢署來回應嘛 是嗎 那當然他們的調查 由他們來負責任 他們也書面也對外面有做說明了 那所以上一個 八八會廣案 法務部堅定追究到底的決心 行政的部分 該處理的要處理 所謂堅定 追究到底的決心 現在高檢署 行政調查報告出包了 你們的決心就是由高檢署來回應嗎 他沒有出包 他是按照法律的規定 按照事實的狀況 來做 那我就很清楚的跟你講嘛 他上面寫的 跟人家在訪談時候的筆錄就不一致啊 現場招待的人都承認啊 現場招待的人都承認 然後你們給社會的調查報告 可以說現場沒有人服務 內容 這樣子的行政調查報告 不用接受監督嗎 那我想高檢署他也聽到委員的聲音 好 如果要需要再深入調查 他應該還是 我們就接下來齁 就靜待高檢署的回應啊 IMB的案子 2016年起 法務部調查局已經立案了 我把整個歷程我查完了 我清楚而列在上面 部長可以看 調查局局長也可以看 2016年法務部調查局 就已經立案了 結果 結果 到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1年 不斷 有人去檢舉 不斷 有人去製作筆錄 結果 什麼偵查作為都沒有 被害人越來越多 雪球越滾越大 一直到 一直到 2023年的時候 才切手 才切手 由台北地檢署來繼續來加以偵辦 對於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這麼多的被害人 跑去檢舉也做了筆錄 完全沒有查出來 導致被害人 越來越多 這樣子的偵辦表現 來請問部長滿意嗎 呃 我也尊重 調查局 好來請調查局的局長 請調查局的 對 你們的順序啦 你們的順序啦 就是從17年 18年 19年 一路有人去檢舉 檢舉完了 做了筆錄 沒有具體的偵查作為 導致被害人越來越多 到2023年的時候才處理 調查局局長 這樣子的偵辦品質 你滿意嗎 是 跟委員報告 這個 IMB這個案子 我們受理之後 我們調查官 他們有持續的在進行偵辦 是 然後持續偵辦了多久 呃 當然就是委員上面寫超過7年啊 那但是 我每一個列的時間啊 那個都是我去查的 我一筆一筆列出來 那個都是客觀的事實 現在我只請局長評論啊 這樣子調查的結果 你身為調查局的局長 這樣子調查的品質 跟效率你滿不滿意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通人是有積極的 是有 是有不斷的在進行啊 但是我認為 這個 呃 強度喔 可以再加強一點 有沒有齁 我先停一下啦 有沒有積極的進行這件事情 我建議局長 齁自己把你們調查局 調查的券抓出來看就知道 到底有積極還是沒有積極 我現在要看部長跟局長講的是什麼 2017 2018 2019 2021 不斷有人去檢舉 不斷有人去投訴 卻沒有實際的偵辦作為 一直拖到什麼 2023年 等到台北地檢署增結的時候 來 我把吸金的時間很清楚的給你們看 這台北地檢署公開的起訴書 從2016年開始不法吸金 雪球越滾越大 雪球越滾越大 結果導致了什麼 導致了越來越多人的受害 現在這些受害人 他們要一個公道 他們在問 當初為什麼不積極偵辦 導致這麼多人越來越受害 面對這樣子的狀況 做為部長 做為局長 能夠是一句 我們尊重基層檢調人員的偵辦 就可以了事了嗎 面對這些被害人 部長 局長 有沒有什麼想說的 這個案子 如果我們行政辦案同仁 有任何的疏失 或是不夠積極 我們會努力的改進 而且以此為例 那希望每一個案件都要非常的重視 我想齁 不是改進跟以此為例而已 這件事情需不需要檢討 我們可以隨時檢討任何 許長 你認為這件事情需不需要檢討 呃 跟委員報告 我們認為當然是需要檢討 那最主要因為它是一個 新型態的這種犯罪 那對於偵辦的人員而言 他也不是那麼熟悉這種犯罪的模式 所以我們也不斷的也跟金管會那邊 在聯繫接觸 然後有些被害人找來的時候 他不承認說他有被害 他說他們還繼續在出京 那這樣子齁 我們在偵辦上確實有碰到 我只講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就好了 你們在偵辦的時候 知不知道曾耀峰是通緝犯 不會連這個都不知道吧 知不知道曾耀峰是通緝犯 這個是民族一打下去就知道的事情 知不知道曾耀峰是通緝犯 這個要繼續往上追 沒有沒有不用往上追啊 人家筆錄就具體的點名他啦 知不知道他是通緝犯 我只問這個最簡單的問題嗎 要尊重基層檢調人員的偵辦 我都同意啊 但現在偵辦告一個段落了 我們不能針對偵辦的過程拿出來檢討嗎 拖了六年多被害人多了這麼多 被害的金額多了這麼多 剛剛局長說大家很認真很努力 我同意啊 但問題是曾耀峰是通緝犯這件事情 調查局當初在偵辦的時候沒有辦出來嗎 他有改過名字啦齁 那這個部分當然是 所以我們現在齁 是只要 罪犯改了名字以後 我們基層的調查員就查不出來 局長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不是這個意思 對 所以我現在問題又回來了齁 請針對問題回答 他是通緝犯那件事情 當初偵辦的時候 當初偵辦的時候知不知道 太離譜了啦 我為什麼說太離譜了 那個祖賢是個通緝犯耶 拖了六年耶 沒有具體的偵查作為 被害的越來越多耶 連那個通緝犯都沒有去把他抓起來 讓他在外面跟政商權貴鋼籌交錯 局長你同意這件事情要檢討嗎 是 我同意要檢討 好